芝芝 背號67號 身高160 生日6月7號 新作雙子座 專長是跳舞和主持 也是雙大眼睛的正輩芝芝 曾經在金融業擔任業務 背號21 身高170 生日2月21 新作雙魚座 我們為知名YouTuber 也是節目同學來了的班底 這位小珍奶 背號21 身高162 生日1月21 新作水瓶座 常在科技業 擔任管理師職務的他 因為加入拉拉頓 而放棄原本高薪的工作 背號88 身高162 生日1月14 新作雙魚座 同時也是台南台方 練習拉拉隊Wings Girls的成員 擔任人 跟猴方一樣 加入自己欣賞的選手的球隊 擔任拉拉隊 包子最欣賞的球員是高國慶 一位帥 好兒 背號1號 身高160 生日1月7號 新作雙魚座 保兒為PopuLady的成員 2008年以參加Channel V 無敵青春課選球節目的 參賽者身份出道 今日終止山舞熱烈登場 球迷朋友們 你們熱血沸騰了嗎 今年厲害了 統一 富邦 衛泉 忠信 樂天 力寶 力寶 6隊的競爭下 比賽一定非常有看頭 每年球隊啊 除了補強戰力之外 拉拉隊的陣容 也是大家關注的重點 各隊拉拉隊逐年增加 目前6隊總人數 已經低近百人囉 隨著北丹丹 中村村 男一力的人氣持續攀升 拉拉隊已經是許多年輕女孩 嚮往的工作之一例 如 去年的街頭調查 女大生最想從事的工作 拉拉隊居然首次入榜喔 拉拉隊與球賽密不可分 卻像丹丹泛國城 熱區很多人 今天的影片我們就來介紹 中職356隊的新人拉拉隊 其中也包含新人 以及練習生轉正的成員 萬事起頭男 新人抖起來 欸都可以起來 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他們喔 上一集中職本土拉拉隊 6隊成員介紹 還沒有看的可以去看喔 同樣在單一球隊單一時間最長 也是樂天桃園唯一 籃目熟時期服務資金的拉拉隊員 2010年加入 2013年短暫離隊 2014年回歸 2017年更名為陸小琴 2021年卸下10年拉拉隊女孩生涯 正式轉任 Lakuten Girls 舞蹈總監 在中職服務資金已經超過14年 目前除了Lakuten Girls 舞蹈總監之外 偶爾也在經營的Youtube頻道 陸小琴有沒有樂趣頻道 精彩好精彩好 哈哈 如果你喜歡他的頻道 歡迎你 以及你的爸爸媽媽 阿公阿媽叔叔伯伯阿姨 住宅同學鄰居 以及你的前輪人 都可以留言按照大家分享 因為這樣子 影片才會被突破 觀看技術才會跟天一樣高 謝謝大家 以上就是我們的公殺服務 首先是Lakuten Girls的新人成員 第一位芝芝 背號67號 身高160 生日6月7號 新座雙子座 專長式跳舞和主持 也是一雙大眼睛的正背芝芝 曾經在金融業擔任業務 為了絕夢轉戰拉拉隊舞台 成為了2019年初代的小龍女創始成員 在2022年離隊 最後也轉戰出了TenangJob 加入台綱麟拉拉隊 也嘗試過主持 於2024年全部加入樂天女孩 選擇67號的原因是因為 生日在6月7號 第二位Dora 背號98 身高158 生日7月23 星座獅子座 專長式舞蹈和主持 以及寵物美容 舞蹈般出身的Dora 擁有惠雪兒的外型 曾在2023年被網路媒體跳選 為心目中最驚豔的新女孩第一名 高人介她 過去曾是統一世Umit Girls 以及2LG高雄鋼鐵人 鋼鐵女神雅典媽的隊長 同時也是架列班女孩的子隊隊長 代表她也擁有寵物美容師 鎮上以及金剪刀的殊榮 選擇98號的原因 是因為希望大家可以跟著她一起走吧 所以朋友們 你們準備好跟Dora一起走了嗎? 第三位 Mika 背號20 身高156 生日8月21 星座 獅子座 專長是經濟拉拉隊 滑板運動 以及跳舞 成美又清明的Mika 是拉拉隊科班取身 曾經是經濟拉拉隊選手 8號特殊小飛翔 而不是 是非常小精靈 曾在2010年 奪下亞洲杯拉拉隊指標賽冠軍 2010年到2012年 為ICU世界拉拉隊指標賽銅牌 也成為PLG 桃園女行人Pilus Group 以及 T1台北造神拉拉隊 TiCin Wonders的成員 直播直籃都過陌生的她 應援的經驗也非常豐富 本著20號的原因是因為 愛妮 最後一位是秋愛 身高155 生日2月5號 新作水平座 專長 創歌 彈鋼琴 寫作 以及穿搭 世上在IG分享生活以及穿搭的秋愛 是本次樂天女孩新人中 唯一沒有應援相關經驗的女孩 目前非常努力在學習所有的應援曲 也坦言十分珍惜這份機會 可是底下有陪她帶著她一起練 所以大家一起支持她 期待秋愛未來的表現喔 再來是 Passion Sister 練習生轉陣以及新人成員 首先是練習生轉陣 第一位 怡婷 身高162 生日4月21 新作 中有作 16歲就以歌手身份注到她 能有一副好歌喉 是前T1聯盟 陶貝林寶拉隊的電報女成人 也曾在中式戀愛上線中 擔任戀愛小天使 嚷嚷甜美她 或群群學姐強力推薦 爸媽支持 也讓一瓶無後顧之憂的權力以赴 相信會是Passion Sister 未來非常重要的戰力喔 背號27 是因為27有愛的含義 因此 請用這個數字並作為背號 我們 背號21 身高170 生日2月21 新作 雙女弱 我們為知名YouTuber 也是節目同學來了的班底 在外拍界搭歸了五六年的她 曾經因為低潮而翻臉痛哭 但特新樂觀的她 我們借著努力熬過來 目前人氣貪生中 外表高冷其實非常悶燒 所以大家接到她 不要害怕 直接跟她打招呼就對了 21號為生日日期 希望能帶來好運 在拉隊領域發光發熱 17 背號17 身高170 生日5月27 新作雙子座 大家就踏進影視圈的遺棋 與吻文非常要好 因為兩人身高都有170 最多是25歲 大場出身在廣告中 而被許多粉絲封為 新生代廣告女神 非常孝順的她 未來也絕對是 Persion Sister中 非常值得關注的拉拉隊成員 背號17的原因 是因為名字跟17寫音很相近 所以希望大家一起走下去 親愛 Wendy 身高164 生日1月10號 新作魔蝶座 我剛異校畢業 前PLG新竹工程師 拉拉隊牧師母和成員 擁有火辣身材又有天塌 也是去年開宣次的 六位新的正妹列起身 三任為新衣數字 所以選三任為背號 希望全面能順身利利 夏蕾 身高162 生日11月25 新作天黑作 成女團選秀節目 寧得世代BD52 和冠軍團GOF成員 順帶一題 Dragon Beauties的小蛙 也曾是該節目 烈焰之星的成員喔 該節目共有104位參賽者 能在此節目中 生存下來的人 都非常厲害 去年退堂後 9月宣布加入Persion Seeker 年僅21歲的她 青春無敵 目前正在適應 禮涵轉換拉拉隊生活 背號2是新衣數字 因為中新生地 就算自己第二個家 新人部分 小顏 身高160 生日29號 新作水平座 成BLG 佛爾摩莎台 新夢想家拉拉隊 和莫莎瑟斯成員 會加入Persion Seeker 是因為球迷朋友們的推薦 於是就報名了 我在IG上 有看到她養一隻 非常可愛的自己 這件大機坦 藉著的療癒 在29為背號的原因 甚至她的生日 就是2月9號 接下來是 衛犬龍DragonBeautys 練習生轉正成員 第1位 小珍奶 背號21 身高162 生日1月21 新作水平座 常在科技業 擔任管理師職務的她 因為加入拉拉隊 而放棄原本高薪的工作 目前職棒和直播雙借她 也是T1聯盟 台北戰神拉拉隊 開心Wonders的成員 身材火辣又美 也對大家封為全堂母神 在2023年12月16日 東森新的報道中透露 父母至今人都沒有到現場 看過她應援 是她目前新增最大的遺憾 2024年的現在 不知道小珍奶的願望有沒有達成 希望有照一日 大珍奶爸 以及大珍奶媽 都能盡嘆看小珍奶一起應援喔 女名 背號92 身高155 生日12月11 新作射手桌 女女也是就讀登彥商康科系 非常喜歡跳舞 對韓國有憧憬 新衛菜子 對她的人生來說 跳舞非常重要 也曾參加過 林格世代BD52 但因為年紀過輕 無法加入 當時非常挫折 家人的不利 使她找回自信 因為新選人關係 而去參加魏泉龍爭選 目前也是PLG 桃園女行員 讓她對她 未來也會繼續投入 對表演的熱情 在職棒職籃裡 繼續發光發熱 聖雅 背號44 身高153 生日4月24 新作金牛座 以我們家實員為 終極最強的雙毛潭 也是AKB48 親開背的前隊長 外表雖然嬌小 但是身材很有料 粉絲都驚訝表示 斯亞藏得很深 同時也是PLG 新竹雙情誌的 真屬拉隊 牧屍女孩成員 不常許多拉隊都是雙妻 愛斯亞是雙妻雙胞胎 光這一點就是中職首創 甚至有機會到世界首創 當我傳聞 唯有真心愛斯亞10元的人 才有辦法分出兩人的差異 知道點名分別的人 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 艾雲 背好22 身高152 生日11月18 新作天鮮座 新陳偶像成員 跟我們家凱依是同一條血脈的 因為她的印象是長相可愛 眼睛又非常會放電 看著看著 足足的戀愛人 不信的話 可以去看她 IG跟施雅拍的 莫咕莫咕 夏沛 背好24 身高163 生日4月24 金柯 金柚座 背上104公分的她 同時也是PLG 桃園徒園 美桃園的專屬拉隊 Pilates Crew的成員 幼稚園就開始練舞 參加過許多舞蹈比賽 目前每集10年以上的女人 除了跳舞 上風中暖也難不倒她 身材火辣的她 也聽說非常充分喔 接下來是 同一是Unicurus的新人 侯芳 背好59 身高165 生日5月9號 星座 金柚座 是同不為PLG 新竹工程師拉隊 牧師女孩成員 的男人 我目前了解到的資訊 是從小爸媽會帶著她去看球 最欣賞的球員是 退役的劉福豪 而劉福豪出貨小闊 是前統一師又外野手 2018年 存在了14個球機的統一師退休 是非常強的 千安百紅百到的選手 也是忠實史上第一位 超出生涯手打 洗全美打的本土選手 你加入自己欣賞的選手 就球隊丹林拉拉隊 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也相信如此幸福的伙伴 等於Unicurus們有一片點喔 包子 背好88 身高162 生日1月14 新座摩羯座 同時也是台南台港 聯營拉拉隊Wins Girls的成員 白滿人 和猴方一樣 加入自己欣賞的選手 給球隊担任拉拉隊 包子最欣賞的球員 是高國慶 一位帥 而高國慶 則是目前統一師 俄軍的首席教練 人稱綠色龍克 2007 2008年開幕戰 階級出全美打 是中華職棒第一位 連續兩年開幕戰 階級出全美打的本土球員 2022年7月12日 以43歲279天 打破劉益船43歲259天的紀錄 成為本土最年長 投球紀錄的保持人 將在2024年 於台南棒球場主带贏推賽 大家可以持續追蹤喔 最後是 富邦Angels 練習生轉陣 以及新人成員 首先是 練習生轉陣 大頭 背好58 身高162 生日4月19 新座摩羊 高中就讀滑岡地下表演藝術科 熱愛舞蹈 非常喜歡Black Pin 目前看過兩次Black Pin的演唱會 而在Black Pin高雄場演唱會時 因為直接在現場任務致敬 引起不少人圍觀 卡洛琳 背好28 身高158.5 生日1月18 新座摩羊座 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舞蹈系畢業 迎富邦Angels的掌聲 歡迎富邦Angels 影片中的投入 近來時 對富邦Angels的學姐們 印象都是很真實的 最感謝人之大同 因為認為自己是一個學育技術的人 果斷的大同 特別照顧她 例子 背好90 身高165 生日11月5 新座 成為AKB48 青胎背的成員 早上姐妹的她 因為承認女團成員 所以表演經驗相當豐富 是因為歌唱以及舞蹈都很不住的女孩喔 新人的部分 寶兒 背好1號 身高160 生日1月7號 新座摩羊座 寶兒為Popu Lady的成員 2008年 以參加Channel Z無敵青春客選秀節目的參賽者身份出道 當時叫奔寶 隔年被華盈國際音樂相中 於2011年加入 與大圓、紅獅、婷軒、宇山共組五人女子團體 Party Lady 已在當時這次將一名改為寶兒 2018年 參加大陸偶像選秀實驚節目 創造101的錄製 2020年離開華盈國際 和宇山及紅獅共組三人女子團體 星期三 好的 以上就是這次終職善武各隊新人介紹 但因為許多新人的資料非常少 所以在準備腳本的時候 許多資料來源都是來自新聞或媒體 趕快上獲得 讓大家做整理之後派出 隨著時間 未來新人們的資歷也會越來越完整 讓我們一起陪伴 參與他們的終職拉隊生涯 如果有資訊錯誤的地方 還請大家跟我說 我會在最後的影片更正 最後想說 這個系列真的要做非常多的資料調查跟整理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這個系列好嗎 蘿拉 背號19號 升高155 離隊時間2023 生日11月19 新座 新鮮座 月12年 新鮮座 有何小人 新鮮座